俗话说的好 一天不吃波波鸡 全身不得劲 今天在这神像世界 米后头树下 波波鸡安排一半瘦 今天准备的这波鸡菜 全是煮波波鸡的必备食材 小伙伴们 你们最喜欢吃哪一种菜 请打载评论区 今天还有一个特邀嘉宾 猫铁儿 管弄个猫铁儿波波鸡 你们吃过没 没吃过一个小伙伴 尖点赞 去松一下看 先把这个肉 用猪圈圈创一半瘦 在鱿鱼上里发生的瓣 起锅扫水 葱姜来一半瘦 料酒来一半瘦 油来一半瘦 水开之后下昏散 我们先下猪一半瘦 猫肚这个鸡儿烫一下就少 鸡铃鸣这个还少 丢住一趟 这容易熟的猫肚 下鱿鱼这些 烫一下就可以捞出来了 蔬菜一个烫一半瘦 糖树马上起锅 这个是腾椒味的 来一半瘦 这个是香辣味的 来一半瘦 梨子摸摸鸡调料 来一半瘦 芝麻来一半瘦 再给它倒点水 小鱼你就巴适很了 料汁都挑了 我们把这个菜进去 里面这个鱼 巴适得不来 再给它来一半瘦葱花 可以吃 食感很油热 这个山上的天气 真是说下雨就下雨 正好在吃饭上人下雨了 只有半瘦我们房州来吃 但是少不影响我的食欲 在这一本瘦只想吃大一半瘦 太爽了 这啥子都滩椒味的 感觉看到也很有食欲 味道相当不错 关键的餐我煮油了几十钟 书瓜说只要调料适得对 你煮啥子都很美味 等我去咱 干啥子